哈喽大家好,我是Lioli 本套教程是截止目前为止我所发布的第一套新手入门雕刻类教程 我称它为柴犬武士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并且支持我的这套雕刻教程处女座 收藏点赞加分享,让玩腻了版汇的你快来到Blender的三维世界里 享受雕刻的乐趣与魅力吧 Hello guys,这节课我们就给我们的正式柴犬加上皮带 加皮带之前的话,我们要先考虑一下皮带是怎么在它的身上做一个穿插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annotation的像是一个画草稿的这样一个笔 然后在这个着笔的点给它选成surface这样的我们可以画在它的身体上 然后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披风随时会盖住 所以我们就不过多的去给它设计了 然后这儿呢会有一个类似于这种卡扣的一个设计 然后在它身子下面这部分呢我们几乎看不到 所以说我们就大概的给它省略 比如说做成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可以 然后这个地方呢简单的给它穿插一下 比较简单 然后后面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当的 比如说再给它加入这两根 对不对 然后这儿呢也可以有一根 或者说给它做成一个 这个样子 也可以 所以我们大概心里有一个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着笔去给它做这样一个皮带的一个设计 然后点N键出来以后那个annotation把这个类尔给它删掉 就没有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结一个图在PS里面画一下心里有一个数啊 然后如何去捆绑它 好我们下来去正式做这个皮带的话可以点shift a 所以用到curve里面的knob's curve 建出来之后呢是一个线段 但是呢它感觉不像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曲线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曲线的加上一个体积 首先我们回到右边的这个曲线的菜单里面的geometry里面的extra 先给它挤出一个宽度 然后下面的bevel里面的run里面depth加上一个厚度 它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厚度的很像一个皮带的样子 然后旋转90度 放到我们物体 因为它腿会挡住 所以我们可以先进到这样的一个 透明的一个模式 开一下我的快捷键 透明的模式 然后进入编辑模式 你会看到它会有很多这样你可以编辑的点 然后可以通过移动这些编辑的点 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线的跟我们这个物体的一个关系在它的位置关系在哪 我觉得这个透明模式看起来可能会稍微的清晰一点 然后这样连过来连到这个地方 这一根呢 做好之后呢 可以推出来 然后新建另外的一根 nurbscurve 然后我们可以记一下里面的数值 比如说这个数值呢 是0.136 我们可以把数表放在上面 用Ctrl-C C 然后到这边呢 Ctrl-V 这边呢 Ctrl-C Ctrl-V OK 它就变成了一样的厚度 然后把它 我们现在放在它脖子这个位置 进入编辑模式 它横着的话 好像还不是太容易编辑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不停的去调整它的一个角度 然后去看一下它是如何绑在我们这个狗狗的脖子上 然后这时候我们点R的话 你会发现它只能旋转这个样 它不能旋转这个皮带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在这呢 你想去旋转它的时候呢 不是点R键 是点Ctrl-T 我们可以右键 这有一个叫Tilt 它不叫旋转 叫Tilt OK 所以说你Ctrl-T 你才可以Tilt它 也是旋转的意思 我们要把它做的非常贴合在它的身上 我们要把它做的非常贴合在它的身上 OK 这根感觉稍微的有点太粗啊 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一下 把它变稀一些 稍微的变薄一些 这样的话感觉像一个皮带 同步一下 下面这块其实可以稍微再粗一点 稍微再宽一点 好 再新建 加这样的一个厚度 同步过来 然后呢 这条呢是给它坐在腿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啊 在腿的这个位置 进入到编辑模式 整体的下Ctrl T 调整好角度之后 就是这样差不多的 然后这根呢 就直接塞到它的身子下面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衰减打开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调整起来呢 就 比较自然一些 因为它会联动带着其他的一些点一块调节 就不会显得那么太生硬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复制到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Shift D过来旋转一下 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 调整 我们就这样去 放在这个地方是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不断旋转呢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看见我们这个绳子或者这根皮带在它身上是如何穿插的 虽然有时候调整起来稍微的有一点麻烦 因为你要来回的去旋转 这个就接在它的这个位置吧 稍微掰一下 然后这时候有一定要去记住你调整它位置的时候 最好是紧贴合它的皮肤 这样的话才像一个皮带你勒在它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不是说很松松垮垮的去放在上面就感觉会很假 给它勒直的这个样子 可能会有点卡着它的腿啊 就这样吧 我们先坐一边啊 先坐一边 上面再给它放一条 Shift D过来 编辑模式 我可以先把不用的点,然后Ctrl X给删掉 好 稍微穿插一点没有关系 回头呢我们再去调整 他的身体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边它可以勒过来一些 然后我们整体呢 去把该勒进身体的地方稍微勒进去一点 稍微勒进去 刚才不小心按错了一个键把它变成了一个模型了 所以我现在Ctrl-Z给它回车一下 好啊 然后在皮带的这个地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卡扣啊 卡扣的话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呢给它做出来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Bazir Curve 或者说呢我们给它用这个吧 Bazir Curve里面的Circle 会出来这样的一个圈 然后呢我们先给它调整好 变成这样的一个卡扣的 比如说现在太圆了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给它多出来两个点 选中之后呢 右键Subdivide出来两个小点 给它变成稍微的方方的 稍微方一点的 这样的形状 ok 然后同样在右边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调这个Axtro直接调这个Depth 这样的话就给它加上了这样的一个卡扣 然后比如说它觉得有点 呃 太圆滑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里面的这些节点呢 让它变的不是那么的太圆滑 可以上的有点角度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方向 来 稍微小一点 这样子 然后这还会再出来 一片 copy copy 进入到编辑模式 拿过来 放小 然后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呢 去看一下 哎我们这个里面到底是如何 如何去穿插的对不对 其实这个应该有两层 虽然现在我们看不太到了 所以说 按照穿插的话 它应该是有两层出来 这样子 然后它呢 再下去一个 然后它呢 然后它呢 这就闭合过来就OK了 最后一个不要了吧 最后一个不要了吧 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闭合过来就OK了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闭合过来就OK了 好 然后上面它细节的话 我们回头再去处理 嗯 因为有些材质可能不一样吧 比如说这个我给它做一个 做一个球 好 像有小扣子一样的 放在这儿 可以 Share smooth 一下 好 所以我们这个皮带的 这个部分呢 就给它做完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呢 是需要把这些皮带 给它合并起来 OK 选择所有的皮带 或者说呢 你先选一个 因为皮带和皮带 如果说你Ctrl G 合并起来 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就因为 这个皮带的这个Tilt的方向 是朝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俩一合并 它俩必须去统一起来 但是呢 它的这个皮带的方向 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这样去给它做 所以怎么办呢 选择一个皮带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Object里面呢 给它选择convert to mesh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进入到编辑模式 它就不再是 曲线了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mesh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呢 我们把所有的皮带 前提是 你要调整好皮带的这些形状 如果说 但凡哪个形状 你觉得 我之后可能会再调整 或者我现在还没有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有点太圆 方向不对 等等等等 就是我先给它调整好 一旦变成mesh之后呢 你调整起来 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这儿的话 有两根好不好看 我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根的话 或者说再给它加上 这样的一根 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啊 因为这个的话 呃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 或者从这儿呢 再给它来一下 再给它累一下 都可以 这样加上 我觉得还 还OK 但这儿有放那个 放那个什么 呃 围巾啥的 所以说会挡住很多 所以我们在 我们就不在这儿给它做了 OK 就不在这儿给它做了 把这个包 放放好 贴合到了身体 好 我们的皮蛋呢 给它 convert to mesh 然后每一个皮带 都给它convert to mesh 然后这个小卡扣呢 也是给它convert to mesh 然后这个小卡扣呢 也是给它convert to mesh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odic OK 如果设置你可以直接点右键 比如说chain shell card 你就可以把它快捷键修改一下 所以说呢 我现在可以odic 然后odic 然后它就都变成了 呃 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mesh OK 所以说下一步呢 我们选择所有的皮带 做一个合并 Ctrl J 然后现在所有的皮带就是 啊 合并起来的 这个的话 我们先留着 这个的话 我们也先留着 不合并 纯合并所有的皮带 OK 然后加上一个mirror modifier 对称 对称 对称呢 选择我们的这个狗狗 然后它就对称到了这边 OK 然后 保存 保存 下一步呢 我们做这个围巾 然后做围巾的话呢 跟我们做皮带的这个 啊 啊 思路啊 是一样的 OK 做这个皮带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用到的这个 呃 Curve呢 可能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Shift A 然后做皮带呢 我们是用到这个 叫做 Nobs Curve Right 然后做围巾呢 我们需要把它围起来 我们手都稳了的话 可能会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会选择 用这样的一个 叫Curve Spraw 然后随便选一个 然后你会看到 它左边会出来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菜单 所以说我们里面可以选择 比如说 我们选择这个Sepharic 然后下面你可以选择 哎我Turn多少啊 8圈有点多 围巾也就两圈吧 然后Steps就可以看 我们需要 给它变成多少 OK 还有它的Radius 我们可以调整它位 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去那个 啊 我们回头可以手动的去调整 我觉得会比较的简单一些 然后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调整 比如说 我们需要 怎样的 呃 叫Curve Type Curve一般有三个Type 一个Nurbs 一个Bazier 一个Poly 所以说呢 这个倒不是太 太关键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那个Nurbs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些 OK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围巾 大概围个两圈 围个两圈 围个两圈 这个样子 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 哎 缩小一些 对不对 然后我再把里面的每个点开开 那个 嗯 摔减 然后我们手动的再去拉扯一下 这个样子 然后把它套在它的脖子上 哎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这个围巾 最后想搭在哪儿呀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的话 可以塞进它的里面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 可能是在里面一个穿插 然后从这儿呢 穿插 然后从这儿呢 又会出来一块 对不对 稍微翘起点 然后上面的话 直接 直接围在它的脖子上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Ctrl点右键 这样去调整下来会比较快一些 然后这儿呢 我点了叫Connect Only 它只会 比如说我挪的时候 它只会影响这个线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 把它点掉 然后它就会影响其他的一些线段 OK OK 查好之后 同样道理 Curve里面 AX2出来 AX2出来 加厚度 OK 但是在这儿呢 我建议因为我们 给它做这样的一个 围巾呢 它会有很多的面数 因为它会有很多褶皱嘛 这个做好多好像是像那个 你家狗子生病之后 给它夹上一个套在头上 对吧 所以在这儿呢 我不建议 现在先给它加Depth 所以Depth先给它调成0 然后里面的话 进入到编辑模式 选选Ctrl T 统一统一的给它掰一下 调整的一个角度 OK 然后这儿的话 统一掰一下 调整的角度 可以把衰减关掉 这样的话 就调起来的话 比较统一一些 好 我们给这儿狗子套了一个圈子上面是吧 套了一个圈子上面 OK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先套完圈之后 给大家记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需要给它做 这样的一个 把它变成一块布 所以这儿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怎么把它变成一块布 OK 我们首先需要给它变成一个Mesh 但是如果说我们先怕 我以后可能还需要再调整这个形状 我不确定要不要变成这样的形状 所以我们先Shift D 出来给它放着 先存着一个 OK 我们回头再调整它圆巾的一个形状 什么之类的 我们先存着 OK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h 印藏掉 然后这个呢 给它变成convert to mesh 让你看到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Mesh 但是它的 呃 这个面数 非常非常少 而且只能 这样去折叠 它没法这样去掰弯 因为啥 因为上面没有 没有横向的一个切线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给它加上 横向的一个切线 我一放之后呢 它会加一根 然后在这呢我会拖出来 比如说我们拖到一个 只要是跟 你看似这个小格 类似一个方格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就OK了 大概这个样子 OK 然后这样它有足够的面 去给它变成任何的形状 alright 然后比较神奇的地方呢 进到编辑模式 里边 我们选择一个笔刷呢 这个笔刷叫做 这个 close笔刷 OK 我们先刷一下看一下 诶 你看是不是一刷的话 它这个皱褶就很自然然的出来了 所以这个笔刷呢 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它可以把所有带面的 不能说所有带面 就所有可以 可以编辑的这些面 快速的给你做成 带皱褶的这样的一个物体 所以它叫close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 利用这个笔刷呢 去手动的 把我们这个 围巾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拿你想多一点褶皱啊 褶皱啊 sorry 它的走势是怎样啊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笔刷 去给它刷出来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笔刷 在blender里面 这个的话是 我知道当画画的同学呢 他可能会觉得 哎呀这辈子我觉得最难画的 就是一指一文 对不对 所以这个笔刷呢 可以轻松的帮你解决到 画一指这样的一个很困扰的 练习数年才可以 呃完成的这样的像技能 从这一个笔刷就可以给它解决掉 我们可以这样哎 轻松的一抖它 你就可以出来不同的一些 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啊褶皱的效果 非常非常好用啊 所以这至于这个它至于想变成什么样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自己去 呃自己去掰 ok 自己去掰一下 然后往下垂一点之类的 都可以 通过 这个 呃 移动笔刷 ok 我们可以调整 这个的形状 铃铛还是要给它露出来是吧 然后下面的盔甲片呢也需要给它 呃像是布包在 盔甲片之上 这样子 我们统一的去调整一下它的这个 这块这块布的样子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放大缩小 统一的缩小啊统一的放大呀 ok 这样的一个旋转呢 像怎样的一个 像那个角度啊 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去掰一下 然后这个笔刷还可以再再用回来 它可以随时的去添加这种 然后笔刷调大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整体的去控制它一下 有点太大 这儿褶皱稍微有点多啊 稍微有点多的话我们就可以点shift 做一个减法 然后再次的给它 重新的给它做褶皱 所以很简单 这儿呢我想让它稍微有点垂下来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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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收进来一点 然后这儿露出来半个铃铛 这个样子 往这儿捶下来 我这儿有点飞起来了所以说把它 我把它往下推一下 然后在这儿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想只把这一层给它往下推 我不想动这一层怎么办 对啊我觉得里边这层还可以 我不想动它 我只想动外面层 或者我只想动里面 不想动外面 这边像类似于衰减的那个 我只 呃 控制外面 就控制它连接的部分 不连接的部分呢 可能就不控制它 怎么办呢 我这儿没有点那个 呃 的这个叫什么 这有个叫connect only 对不对 所以说呢在雕刻里面也有类似的功能 比如说选雕刻这样的一个笔刷之后呢 大家看到右边有一个option option下面呢 有一个叫automasking automasking里面 你可以选择这个topology topology呢 就是托普嘛 然后它根据你一个托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你比如说现在编辑外面的话 诶 它就只会影响 外面跟它这个托普面 连着的一些面 然后里面的面呢 它就不会去影响到 ok 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分层的去 去调节 ok 我们就可以去分层的去调节 尤其碰到这种就是很多层叠在一起 呃的情况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里面这个跟外面这个穿插在一起了 我们可以把它塞进去 外面这个呢 给它拉出来 里面这个呢 给它塞进去 那边拉出来 里面塞进去 这样的话每一层啊 就比较清晰了 对不对 是外面塞进去 它跟你这个笔的 着笔的那个点 比如说你着笔第一点 这两块 你着笔的第一点呢 去这个点 然后它就控制是里边 然后着笔第一点是外面 它就控制外面 搭在这个铃铛上 尤其这种布啊 我们做布料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 它跟搭在上面的物体 有没有什么的一个关系 一个穿插关系 这儿稍微有点穿插 我觉得还ok 还可以接受啊 看上去不是那么太奇怪 好 这块稍微的有一点大 我再给它整体的往里面推一下 我觉得褶皱有点太多 我们可以适当的按住s 按住shift 给它做一个smouth 我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差不多了 上面这个边儿 我想让上稍微的给它 给它按下去一点 有点往上翘的感觉 这个也是 稍微的有点往外翘 所以说我可以把它往里面去 给它掰一掰 稍微往里面去掰一掰 然后smouth一下 好 我们这样的围巾呢 现在就差不多做好了 ok 然后同学会说 哎 我这个做了之后 我这儿可能要给它做一个什么卡扣 什么之类的 可能会显得 比较make sense一些 我们直接把这个卡扣给拿过来得了 给它放在它这个围巾的这里面 给它放在它这个围巾的这里面 哎 有点这么个意思啊 或者说我们可以在 啊 给它卡一下 这个样子 所以说 看上去的话 觉得啊 这一块它是有一个 啊 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固定住的 要不然它是这个围巾好像有点乱飞乱飘的 这个样子 就像凶针一样 对不对 卡住它在这个地方 然后说到卡扣 我觉得这儿在 如果说给一个什么 啊 小细节 套个小圈什么的 都挺好看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 啊 DIY一下 比如这儿给它做一个Circle 加上这样的一个Depth 它这种小环啊什么的 很有意思 OK OK 好 我们现在要给围巾加一个厚度 选择围巾之后呢 在这个修改器里面 修改器里面 加一个Modifier呢 叫做Solidify Modifier 就是给它加一个厚度 加一个Solid 加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本身就加了一点厚度上去 然后这样的Sickness 我们可以调节 可以往里面调也可以往外面调都可以啊 所以我往里面调 它就更像这样的一块布料了对不对 可以给它调得很厚啊 如果像外调的话也可以 像外调就是它里面可能面不太对的时候在里面出错 所以说我们看不太到 对吧 看不太到 外面挤出来这形状呢 反而让它显得更像是一块 比较厚的这样的一块布 让我们可以整体的去选择 比如说我们把 上面的几个环啊 然后呢 点击 最后点击它 然后Ctrl P 给它Pairing在一起 让我们移动的时候呢 放它缩小的时候呢 它们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去移动 在这儿呢可以适当的 放小一些 移动一些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块围巾呢 就给它做好 然后里面这个 盔甲片 好像是被隐藏掉了 所以我们先给它拿出来一点 我们再拿出来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适当的 打开 衰减 适当的给它往下放一放 调整衰减的范围 让我们至少可以在这个角度这里可以看到它 对不对 好 小铃铛的话 小铃铛的话 稍微给它旋转一下 诶 我觉得这样还可以啊 这样还可以 然后发现稍后做装备的时候 稍微给它做了一副眼镜 让我们现在给它加上去 这样的一个风镜 首先呢 还是给它做一个 啊 它是勒在头上 对不对 做这样的一个 曲线 然后geometry 先extra出来 bible出来一个厚度 放下 放下 它呢 就是勒在 勒在 勒在它的 啊头部 同样 同样我们可以给它做一半 这边的话 可以说 呃 其实可以不做 我们就给它往中间去 去放就ok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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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儿好像没有太 没有太严丝合缝呢 我们离近了距离 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它的位置呢 正好是勒在它这个耳的下面 好 这个地方 稍微再往它的湄弓的位置挪一挪 差不多 加上 对称 OK 稍微点粗 调细一点 然后给它做上面的一个眼镜 眼镜的话呢 就是可以用Cylinder去做 然后同样还是不想给它做的太圆滑 比如给它做成一个 类似于这种 编辑模式 下面可以稍微的大一些 就像那种沙漠里面的风镜一样 像沙漠里面的风镜一样的一个 一个小装备 大概这个样子 Shade Smooth一下 Auto Smooth打开 然后全选 Random一下 稍微的 有一点形体的变化在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 把里面的一些布线呢 调整一下 然后这儿呢 还可以再加上来一个 加上来一个布线 然后给它做成一个 类似这种偏圆滑一点点的 甚至可以给它Bibble一下 这样的话就更像一个风镜了 OK 然后看到这个地方 好像是有点 那个Random的稍微有点过了 然后给它拿回来 拿回来 然后它会出来两个边 两个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给它挤出来得了 那么这边呢 可以给它稍微多挤出来一些 给它编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可以给它加上一个 加上一条编过来 OK 然后这两条边呢 可以适当的 给它掰一下 然后右边这边呢 直接出来一点小 出来一点 这样子 很简单的一个小风镜啊 然后这儿呢 再给它做一点小结构吧 这样子 然后把它放到 头上 看一边的位置如何 如果OK的话呢 我们可以 一 二 Ctrl C Copy Selected Modifier 然后Mirror 过去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你要感觉它戴下来之后 能戴在它眼睛上 对吧 你不要给它放得太太远 然后戴下来之后 感觉好像跟那个眼睛的间距不太一样 所以说这个要稍微的 注意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OK的 戴下来之后 正好能够卡在它的 它的眼睛上 然后这根带子的话呢 我们回头在雕刻里面再去调整它的位置 也是OK的 这儿给它接下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儿 这是我们基本狗子的所有的装备啊 所有的装备啊 现在都应该是齐全了 就是我们最后一步呢 我们的最后一步 就是需要 将我们的这个 一些该调刻的一些部分 给比如说它身上的一些毛发呀 稍微的做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皮带勒上的话 勒在身上的话 可以吗 可以 但是有点 过于死板 过于死板 所以说呢 我希望给它加上一些 看上去稍微不那么太死板的 一些衔接的地方 比如它这些毛发 可以盖住一些 它的这些装备啊 之类的地方 OK 所以说我们这节课先到这儿 我们下节课做细化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